台南市議會將府議長的選議 一直是關注的焦點 包括團出有中央改立 民進黨退派人選的正義頂頂 在選事完成開票進行 選擇不提出民進黨的貴信領 在這段無董事業 國民董及三位民進黨集議員的支持之下 在第二輪依得28票對24票 在庫里里的手頂來替下議議長的攝取 台南市第三次市議員 在國內的官主集合選選舉召集 當時官內的人多 就連媒體也是全出黨 要來官主這些府議長選舉的情形 畢竟這關協調民進黨報到選舉委員會以後 是不是可以拿下議會當家主事者的委員會 然後進場可以入圓推動 但一開始就出現了點很大 正常被看好的民進黨代表民進黨出賣競選的貴信領 在推選擔任選舉主持人的時候 就選擇貼出民進黨 讓整個選情出現很大的變手 第一輪開票結果也開始輸人意外 貴信領方便 除了第八位無董事業議員 跟十六位國民黨議員的支持 包括和在這裁來 第三位民進黨議員 丹義頂、吳通龍、九雷丁的支持 貼下28票 雖然第一輪並沒有超過半數進入第二輪 但是議員得到二十八位議員的支持 貼下議長位置 貼下議長位置 貼信領一票 有進黨議員 貼信領一票 在府議長的部分跟議長競選一樣 成為無董議員林彬梨 跟民進黨議員 貴情花競爭的協賓 第一輪兩個人票數沒有超過半數進入第二輪 林彬梨最后 以二十八票比二十四票勝出 成為府議長 林彬梨一票 有人贈給你了 我請問 對這款的結果 市長恩威提票是接受民主政治的結果 也希望跟新的議會團隊好好維持民服務 針對這次台南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的選舉 我們要在民主社會要尊重這個民意的結果 也就是所有議員的投票的結果 那台南市政府當然是要跟台南議會做最大的配合跟合作 一切都要為市民的利益為出發點 貴新郎接受尊重他提供問的時尊重 說到將政二十一黨為民進黨打赫金 作為港三 但是白選以後 算是看不到民進黨的改變 他才決定提供 這次如果民進黨提名我 就可以穩住民進黨在台灣市議的政府議長 但是全國慘敗了以後 他不知道檢討 這證明了黨不要我了 不是我不要這個黨 真的黨不要我 我很愛這個黨 但是 黨政經拋棄了我 他以為他以為合手 感謝大家的支持 貴新郎林彬立議選手的支持以後 未來四黨夫婚的合作關係如何走 相信更是民眾關心的焦點 可以將翁純儀成議與起立會 彩虹博德